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们再不逃的话 反而是累赘 走吧 大哥 大哥 别跟我走 大哥 赶紧走 走 跑 小医生 我找到 小医生 和小医生 可不得 买 你 我 快走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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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我看这些蠢事都是为了什么 叶轩救美 浪费做老婆 玉玛 我来开车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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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 住手 你 你知道他 他 他是谁吗 他是杜家二少爷 什么人 证件 原来是二少爷呀 不是来找我太太的 不好意思啊 二少爷 召退 谢谢啊 好 走了 收队 好 走 玉玛 你为什么要来 我不能看着你死 我做不到 你太傻了 你受伤了 快让我看看 忍着点儿 允堂 允堂还在那儿 不行 允堂会有危险 他会有危险 我要回去 玉玛 我要回去 太不行了 我 我跟你一块儿去 好 上车 允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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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事吧 刚才有没有伤到你啊 让我看看 你有没有受伤 刚才是不是伤到你了 让我看看 少奶奶 你没事吧 太好了 太好了 少爷呀 他一直在担心你啊 他 他 玉玛 我先走了 我和我太太救了你 怎么连句谢谢都没有啊 什么 允堂 又俺受了伤 你最好带他去看医生 给他处理一下 我太太的事跟你没有关系 允堂 天真 回家 你不再会儿子 我太太太了 你不再会儿子 你怎么不再来 我太太太了 你这次的朋友 你不再来 你什么事 你不再来 今天大家都累了 早点回去休息吧 在你心里 我算什么人 名义上的丈夫 那周廷辰呢 你曾经爱过的情人 还是你现在深深爱着的爱人 我今天不想说这些 我问心无愧 你问心无愧 你们这对亡命鸳鸯 只剩同胜共死了吧 别说了 我现在心里很痛苦 你很痛苦 有没有一点点愧疚啊 对我的愧疚 杜云棠 我今天真的很累了 明天再说好不好 明天 明天你就能忘记周廷辰了吗 回答我啊 你别逼我了行吗 我就想一个人清静清静 你出去啊 我出去 我出去 你凭什么让我出去啊 这是我的房线 你是我的太太 姑爷 凭什么 姑爷 你放手 你让我出去 出去 你凭什么让我出去 开门 姑爷开门 你凭什么让我出去 你说啊 小姐 关门 姑爷开门 董事堂 你冷静一点好不好 你冷静一点 每天在这个房间里 这张床上 小姐 你是不是特别遗憾 张开眼睛看见的不是周廷辰 而是我 我 你是不是受不了 跟我待在一个房间里啊 董事堂 你别说了 你别说了 你受不了啊 周廷辰抛弃你的时候 你受得了吗 你看着我 抛弃你的事 整个上海都知道了 你别说了 我不要再听 你别说了 你让我一个人静一静好不好 我不要看见 你在这里想他 我不要 对的 我再说一次 我不会让杜家同家蒙羞的 只要我再杜家一天 我就不会做出唯美道德的事 我要的不是你口中所说的 道德不道德的事 你看什么呀 我们 我们是用合约的 亲密有件 你不能毁人 我不管 放开我 对他 对他 我吓对他 你敢动促 我会恨你一辈子 恨我 你恨吧你 放开我 放开 我们姑爷 开门了 别欺负我们家小姐 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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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碰我 我们不要再生命大义了 我们 我们这就去找周少爷 我不见 小姐 我谁都不想见 我 我只想见我阿玛和娘 好好好 这就回娘家 好 可是 我本来是不想和你说的 但是姑爷太可恨了 我必须要保证你的幸福 之前大徒来过电话 说他们马上要送周少爷离开 要逃过各路追杀 只有高家卖通英国商船 他现在不能斗用 以前的人脉和钱财 怎么才能逃出伤害 你 你 你 会不会帮他 人心都是肉掌的 这生死离别的关口 就算是天上下刀子也拦不住我去 可是你不一样 你现在是杜家的二少奶奶 小姐 你还是自己拿住一把 苏西 你不明白 我不仅是杜家的二少奶奶 我还是童玉丸 我的心不是铁石做的 我一定要去见 周廷春最后一面 少抽点烟吧 抽烟对身体不好 我想问你 这段时间你过得好吗 挺好的 我都想听你说 你过得不好 挺真 我过得真的挺好的 你为什么总是这么嘴硬 杜云堂怎么可以这样对你 我一定要把你从他身边抢回来 郑廷春 你没有资格说这种话 你当初为什么抛弃我 让我成为上海滩天大的笑柄 我怎么会抛弃你呢 我能舍弃全天下 我也舍弃不了你啊 那你为什么把我一个人扔在枪林弹雨里 你为什么抛下我不管 为什么要突然改变主意 为什么 我倒是没联接你 我突然毒瘾发作了 毒瘾 对 玉岩 其实人生本来就是不平等的 我们其实不该相遇 我不相信这种话 你告诉我 到底是怎么回事 小的时候 我爹为了给我指头 让我吸食了鸦片 结果我染上了毒瘾 从那以后 我以为自己就只能生活在 肮脏的泥潭里 但是遇到你也很难 那以后 我觉得自己又见到了眼光 见到了希望 你是那么的单纯 那么的明媚 我怎么忍心 用我这块淤泥去污染 那你可以告诉我呀 我可以帮你戒毒 可以戒毒的 爱上你以后 我就开始戒毒 我以为去了毒根 就可以跟你到法国去留学 但是就在最关键的时刻 我爹也陷害了我 功亏一归 听臣 你知道吗 我都没可能 我舍得一口 你忍不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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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愿意忍不住 你忍不住 我看你 团队 还没法弄 实际上 你忍不住 不过 我现在已经把头引戒了 我已经是个 可以给你幸福的人了 跟我离开时还好吗 太迟了 一切都完了 但是杜云堂这样对你 你就不能离开他吗 杜云堂 我也不知道 云堂并不是 一个残暴的男人 他也有委屈 他毕竟 是我的丈夫 我和他的感情 我自己也不清楚 连你现在都不知道 你对他是一种什么样的感情 那就恰恰说明 你已经爱上他了 但是他虐待你 他不配再拥有你 我不在乎你们之间发生过什么 只要你愿意跟我走 可是我在乎 就像白纸上掉了墨水 发生过的一切 是怎么都抹不掉的 不 这样不就抹掉了吗 月婉 跟我走 我们在一起 一晚馄饨两个小手 就这样简简单单的过一辈子好吗 就这样 你 坐下 你 我不是那么洒脱的人 还有 我和杜允堂的回忆 不全是痛苦的 挺真 对不起 不要跟我说对不起 你必须跟我走 挺真 你冷静一点 我不再是以前那个纯真的童玉娃 我是杜家的二少奶奶 你亡命天涯需要用钱买一条活路 这是慈禧太后赏给童家的 是童家的镇宅之宝 你这两个人 你不认识 这边你也要 你不认识 什么 你也不认识 你不认识 什么 你不愿意做的事情 我收下这个屏风 但是你要记住我的话 我周廷臣这一辈子 只爱你一个女人 保重 我会的 你也是 你要答应我 一定要好好地活着 好好照顾自己 有朝一日 身材飞扬地回来见我 这很不容易 但我答应你 那我先走了 卿尘 再见 好 好 我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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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奶奶 小奶奶 跟周廷珊去了码头 你为什么不拦着她呀 拦 胡飘 他爱的是周廷珊 我爱的是清平 本来是各得其所 现在竟变成 我跟她在一起了 可少爷 胡飘看得出来 你是口是心非的 如果你再不去追 少奶奶的话 她可能现在 就跟人跑了 她的心本来 就不属于我 她在我这儿 也就是寄存而已吧 也可能现在 她已经跟周廷珊 远走高飞了 就算了 我跟谁 她的心里 是 我 姑爷 姑爷 你还回来干什么 这里是我的家 是家呢 就不能想回就回 想走就走 你知道我去哪儿了 正因为知道 我害怕失去你 害怕你不回来 忍着点 既然你已经回家了 我就不许你留下周廷春的任何记忆 你现在该恨我了吧 是不是 我宁愿你恨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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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 July 我宁愿你 有什么遇见 我宁愿我 跟我宁愿我 你跟着你 居然给你 他已经放下我了 我放不下他又能容好 那沈将军呢 你也放下了 我已经报恩了 怎么了 大哥 我觉得沈将军 可能会有麻烦 今天一早我发现 将军府门外有日本暗探 藏身的手段十分高明 其中还有几个 是顶尖的忍者高手 我怀疑他们另有目的 你怎么不早说 大哥 你可千万不能去啊 现在各方面 都想要你周廷辰的性命 但我的命只有清和义 就算将军要杀我 我也得救他 那 将军夫人 近来可好 金夫人 你怎么来了 我和你哥黎绍峰有个交情 他可是个音乐天才啊 真是太可惜了 等等 你哥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我大哥是不是出事了 你哥呀 一心想做一本万利的生意 他想跟我合作 从周明昌手中抢走鸦片的生意 前天晚上趁上海大乱 他居然想谋杀周明昌 结果倒落入了周明昌手中 现在周明昌号称 要把他的双手给剁了 不 我大哥他不是为了鸦片 他是择火入魔 想为清平报仇啊 为了清平 黎绍峰还真是一个 重情重义的才子 可惜周明昌心狠手辣 凭我的薄面 是救不了你哥的 那我去求将军 我去求将军救他 你可不能去找将军 你如果告诉将军 他必定会兴师动众 到时候周明昌苟急跳墙 一定会先把你哥的手 剁了再说 金夫人 我求求你了 我大哥的手不能出事 求求你救救他好不好 这事以早不以迟啊 不如这样 正好 将军带了一套侍女的衣服 你把它换上 跟我现在就出去找周明昌去 我去 我去有用吗 你是将军夫人 面子多大呀 周明昌敢不从吗 好 我去 把衣服给我 这是要去哪儿啊 这不是徐周家的路 我可不愿意 我还真弄不明白 真不知道沈之沛 怎么会看上你这么个窝囊的女人 你们想要干什么 我想用你要挟沈之沛 跟我们合作 你如意酸盆打错了 沈将军她根本就不喜欢我 不会为了救我 答应你们的条件的 我当然知道 她当然不会为你救范的 在她眼中 你只是羽兰的替身 所以我绑架的不是你 而是当年被逼着 离家出走的谢羽兰 你怎么知道的 她的事情我一清二楚 我想让她重温谢羽兰的死 你看一下 刚刚接到的暗期密报 你怎么知道 周庭琛在上海 为沈之沛刺杀了许浩南 现在正在亡命天涯 怎么会这样 周庭琛回到了沈之沛身边 又变回为军阀杀人的黑鹰 小如 你还相信她能成为 我们的同盟者吗 不 我相信周庭琛她不是反复小人 我现在 只是希望她能够平安 大头 你先回去 跟着我谈危险 不管大哥做什么事 我都跟着你 大哥 你现在不能见光 我出面比你方便 要不 我先去将军府 陪你探个路 这里有点不对劲 你看那边满烟的小贩 她不吆喝 眼睛是盯着路上 来来往往的人和车 她的目标 不是来满烟的客人 而是在 观察警戒着有什么动静 你 antigens 你大堆 有什么动静 你也不肯定 你看你 是帮你 你这些动静 也不肯定 刘家 你们在这里想干什么 我不知道 不如我打死你 说 我说我说 我们绑架了沈夫人 上面派我们在这里接使 你们把沈夫人关在什么地方 三井残库 喂 沈将军 许昊南知死你给我演了一出好戏 我只能投桃报李 请你夫人来做客了 做客 那你可得好好管他 那自小娇生惯养身体不太好 很容易犯病 他一犯病 我会让所有让他犯病的人 统统陪葬 只要将军使相 我会好好照顾你夫人的 那你说 我该怎么感谢你的 我只想要 京邦街的开发权 你为那付出的代价 远远超过一个码头 几十年的收入 你说我能答应啊 嗯 将军 对不起 我 我上了他们的当 你给我记住 以后千万不能轻信日本人 占一点日本味都不行 看来他们是想逼着我上门去咬人 将军 怎么办 你给我记住 以后千万不能轻信日本人 我不能让芸兰的悲剧重演 居然又有人拿我女人的性命来威胁我 如果我连我自己的女人都保护不了的话 我还有什么脸面成上海王 将军 如果能暂时敷衍一下日本人 雪梅夫人就不会重蹈芸兰夫人的覆辙了 你以为日本人这次只想简单地捞点小好处吗 他们控制了东北和山东的铁路 现在又要控制上海的码头 京邦街虽小 但是我不能让日本人打开入侵中国之路 将军 我听说我妹妹被日本人绑架了 请你无论如何都要想办法救她 你有什么主意 日本人 无非就是想参与京邦街的改造 你能不能先答应他们 救人要紧呢 好主意啊 可是大舅子 你不觉得你的戏有点过了吗 我这边刚刚接下森下龙衣的电话 你黎大少爷 就从家里赶到我的将军府 动作是不是太快了点啊 我刚才在证券所 一个眉眼的小贩递给我一张纸条 我以为将军您知道 所以我就 你和森下和美的事满城皆知 我的夫人 你的亲妹妹 被你未来的老丈人抓走了 你应该去求她 我只是森下和美的钢琴老师 森下绝对不可能答应我的 但雪梅和您是夫妻 您就忍心看着她 你给我记住 雪梅是你的亲妹妹 也是你的手足 古人云 妻子如衣服 衣服破尚可补 手足断不可续 李少峰 你迟早是日本人的女婿 你该不该去救你自己的亲妹妹 你在什么时候 肩负在我的心 为什么我不能肯定 我们共度多少曾经 我的关卡有你被移 从在遥远的附近 从在遥远的附近 在爱十年前从来不愿命 最后爱你无名 太早遇见 太晚发现 辜负了命运的心意 无关 无关 是否或是你重造的感情 还是有命中注定 能不能和你约定 回头向生命的风起 无心无患 无心无患 才能见真心 说什么命中注定 寻找如今才相信 天造地生的一对 从来没有消息 没有不得生命中注定 有更多年 有更多年 有更多年